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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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看透透 新聞看透透 這個黑心有 頂心的門神到底是誰 有人懷疑是馬總統 有人懷疑是衛福部 現在是懷疑屏東縣政府 為什麼屏東縣政府的稽查員 會把衛福部給的公文 直接就寄給頂心 泄密 可是這裡面也充滿了玄奇 解不開 為什麼衛福部給彰化的公文就要加密 給屏東就不加密 為什麼給這個彰化就提早三小時 給屏東就慢了三小時 為什麼給這個彰化就是通知衛生局長 但是給屏東就只是通知稽查員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屏東縣政府是說 他們去向設計 被設計了 被中央政府設計了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討論到底誰對誰錯 再來是10月9號 衛福部就已經知道所有的油 大縣府所有的油都是人不可以吃的 都是飼料油 為什麼到10月22號才下降 莫非衛福部才是真正的門神 誰想由海西台灣 因為現在很多麵包店 烘焙店 路邊打 這個生意都至少掉三層 很多可能在年代進行都會倒掉 關門大吉 那這樣要怪什麼人呢 到底是怪屏東縣政府 還是怪馬英九主持的中央政府 因此我們今天要來看這樣子對選情的影響 包括台北市今天說 哇 已經很多心動的朋友 現在打破藍綠 要來支持柯文哲 秋暑題要選宜蘭縣 怎麼會說這種話 今天也要來放VCR 那麼今天邀請的來賓 第一位是前台北市的市議員 莊瑞雄 莊議員 莊議員你好 鳳議員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另外呢是立法委員來自台南 陳廷飛 陳委員 陳委員 你好 鳳議員大哥大家好 以及媒體的朋友 鍾連晃 你好 鳳議員 郭美鳳請大家好 以及王時祺17號 主持人大家好 另外呢是黨政記者黃偉翰 你好 鳳議員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那莊議員他已經辭掉台北市議員 因為要備戰要選立法委員 屏東 屏東 來自屏東 所以屏東我們就要請教你囉 屏東管政府是怎樣 屏東管政府是怎樣 屏東警察員把這個衛福部給的公文 就直接給頂薪呢 其實這樣也講得比較快 今天不是屏東縣政府的屏東警察員 莫名其妙把一份公文說 我把它傳到頂薪 如果說沒有任何原因 就直接傳給頂薪的話 那你說這個不是門神 什麼叫做門神 但問題就是說 他今天有一個任務 就是衛福部看這個問號 不是要叫你說 我們要來給他積查頂薪 要積查頂薪呢 叫他先提供一些資料來堆 所以可能這個承辦人員 就是這樣一個原因 就知道你來頂薪問 就這樣寫嗎 寫說要先給頂薪塗一些資料 我就傳出去 你給我準備這裡 我還要給你積查這裡 但問題這個喔 犯了一個打擊 被積查的一個對象 本來常常是一個被監督者 我就是要來給你刑查看看 你家裡的頂薪到底有問題嗎 反而你是好像這樣一傳以後啊 讓頂薪有一個比較充裕的一個準備時間 所以他知道了 所以社會大眾對這個就比較一個很大的一個疑問在裡面 但是以這樣子來把他說 譬如說屏東縣政府是一個頂薪的一個門神 我這提馬黑一邊你知道嗎 你像譬如說 頂薪 小小的一個屏東縣政府的一個稽查員 除非你有辦法來證明說 曹起雄會給他下令 還是副管理會給他下令 這樣串起來 所以他說屏東縣政府是人家門神 還比較講得通 不然 這個叫什麼蔡清榮 蔡清榮 蔡清榮其實跟你講 上面叫我做的 不然他自己要扛責任耶 是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第一個他不是 他怎麼這樣說 沒有嘛 所以他不是莫名其妙 我把這個文章穿到頂薪 不是 是因為你說要稽查要提供出來 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頂薪他的事業 差不多都是全國性的 譬如說公人 在台灣民眾的想法裡面 頂薪跟什麼人比較好 第一個想到就是 你這個衛英聰 蔡英雄在選總統 你在做業 後來就副總會 所以他們比較好 或者說 可能會有人在質疑說 他可能藍綠都通吃啊 但問題是說 你說中央也好 101也好 甚至你說 4G也好 台灣之星 台灣之星 那都是全國性的東西 所以你突然去很突兀的講出 屏東縣政府是門神 這個又連不上來 所以我會覺得說 台灣就是這樣 當馬英九變成萬劍在穿心的時候 中央執政人被萬劍穿心 看到這樣子一個屏東縣城出將的一個疲漏 當然一直打一直打你啊 但是可不可以倒出一個門神 我覺得這個太薄弱 我覺得我們來追究到底啊 那陳委員在這邊啊 陳委員可以監督到中央政府嗎 像衛福部 當然我覺得 現在屏東縣政府一定也是有程序問題 這很嚴重的疏失 你說你把那個公文拿去給定心 可是衛福部為什麼對彰化縣政府 就比較謹慎比較仔細 對屏東縣政府做的事情就完全不一樣 到底他有沒有在包庇或故意 像屏東縣政府講的 你給他設計 設陷阱讓我跳 超完美謀殺案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進廣告